文字內容在處理 這叫資料清明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還有就是 假設我現在 這是一個資料表格 然後表格化 怎麼做表格化 那例如說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是文字的 這人家沒問題 這真的就是一個文字 可是我就是要把它做成一個表格 那怎麼樣做到這件事 所以你先全選 全選就是 直接在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左邊 快點三下 點一下就是選到一列 點兩下是選到一段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段落符號 那點三下就是全部 就是所有段落 選到所有段落之後 我們直接點 插入表格 這邊有一個叫做文字 轉換為表格 直接點一下 然後這邊通通不用看 你就用綠色 它會自動去判斷 在裡面 藍數有幾藍 然後列數有幾列 這都是它自動判斷的 所以你也不用再額外的去設定 然後就直接點選什麼 確定 連下面這些你都不用做 只要確定 你這樣是不是就產生了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有十四藍 一百列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文字做好之後 直接換成表格的方法 我剛做了一 點選 點三下 全選 然後接下來點 插入底下 這邊有一個表格 接下來要選文字檔 文字轉換為表格 然後接下來直接點 確定 就做完了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去做 好一個簡單的一個文字檔 它本來要去做一個文字處理 那我們先把它轉換成表格 這是文字轉換表格的做法